一名前國太空姐轉型做網紅 開始頻道大受歡迎 她不想在頻道拍片 分享魚圈的秘密和趣事等等 你們坐穩了 我們即將開始 日前開Live 吸引了很多網民看 多謝香港和海外傳媒 對阿沙Youtube頻道SmartTravel影片質素的肯定 幫我報道再加持 我昨晚上載了馮瑩瑩和江家敏P圖事件 今天兩人立即合體做訪問 就算他們沒有看我的影片 縱觀他們的行為 也會有公關通知他們 立即出來乘住個世 為這個解構心機女的節目作宣傳 那就聰明了 做娛樂圈就是要懂得看準時機 還要不派給人說 你知道現今社會被人越說越紅 兩人都抵贊聰女聰女 今天我這條影片會說下 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開幕電影 《風再起時》 主角有梁朝偉和郭富城 他們並不是首度合作 我亦會說下梁朝偉的新孫童年 會告訴大家影帝巨星是如何煉成的 最近由雍子江、執導 演員郭富城、梁朝偉、譚耀文、周文健、太保等人 主演一部犯罪傳記片 叫做《風再起時》 被選為第45屆香港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 很多人都以為梁朝偉和郭富城是首度合作的 其實在33年前 當時是23歲的郭富城在這個處境喜劇 都市方程式飾演一個年輕的配角 當時26歲的梁朝偉已經憑著 例如《鹿鼎記》、《新澤師兄》、《倚天童龍記》 這些劇是走紅了 所以在這個都市方程式的劇集中 特別狹窜一閘這麼多 飾演一個體操的運動員 兩個當事人都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電影《風再起時》 電影中可以說會聚了香港一班頂尖的演員 除了兩位影帝郭富城和梁朝偉之外 原來當中亦有金像獎的影帝許冠文參加演出 導演對幾位影帝級人馬讚不絕口 他還說之前已經和郭富城合作過 這次能夠有機會和梁朝偉合作更加沒有遺憾 他大讚梁朝偉人格魅力更加慶恨 可以和他除了拍戲之外還能夠成為朋友 說了很多事的看法 他願意接拍《風再起時》 亦是因為對香港電影的感情 他覺得梁朝偉是一個很重感情 和很敏感勢力的人 導演翁子剛也有請到許冠文演出 他覺得許冠文的存在對香港人來說具有特殊意義 在戲裏,許冠文有一個長達五分鐘的英語對白的solo表演鏡頭 導演在這裡賣個關子 年輕的觀眾有所不知 許冠文的英文當然厲害 在六十年代尾,他已經在中文大學讀social science 一邊讀書一邊在無線做校製問答比賽的主持 當時他在中文大學讀大學三、四年班 因為要考試補習的時間又少 教書又不賺到什麼錢 但因為命運的安排 香港就開了一間無線電視台 即是現在的TVB 他弟弟Sam,許冠傑當時在電視台做一個音樂節目 亦以歌手的身份 回去跟許冠文說 電視台現在請司儀 人工都不錯,反正都是兼職 不如你去試試吧 誰知他去見工,老闆覺得他的口才很好 還覺得他讀過大學,那年代讀大學很威風的 當時他一個星期主持一次的問答遊戲主持 當時的師範教師一個月生是675元 但他每星期只做一次節目 已經一個月有1500元 差不多是教師的雙倍人工 後來電視台見得他懂英文 找了他加入歡樂今宵 專門訪問外國人和知識分子 又賺到錢 有機會跟大家說說多些許冠文的事 如果不是他之後做了孩聲 其實他也是一代的才子 導演翁子江曾經執入過搭血尋回 更加令郭富城提名金馬影帝 他們這對黃金組合 這次又可以再合作 翁子江覺得港產片的地道美 其實在其他地方是不能夠取締的 因為香港那種味道由八九十年代 港產片能夠在亞洲成行起來 怎樣令香港的港產片再次成行 就是翁子江的心願 而戲名風在喜時 其實也是代表著導演對香港的情懷和寄予 他覺得港產片的輝煌時間 就是前人中樹 來到這一代 翁子江仍然覺得自己要虛心地延續下去 他覺得仍然是要向前看 特別當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的事 受到別人認同 多多少少靠運氣 所以他經常要警惕自己 到了我們這一代的電影人 比起以前 侯孝賢、許安華、楊德昌、張藝謀、王家衛、杜其鋒 自己差得太遠太遠 所以他現在只能做到的就是可以虛心拍戲 拍自己好喜歡的戲 雖然那個時代不同了 觀眾的口味亦不同 流行的種類亦不同 但香港電影類似《搭血沉迴》 《一念無名》 《那一天我們會飛》 《二十九加一》 甚至乎《淪落人》這些電影 在這個新世代的電影 其實也不是沒有可取之處 電影的其中一個主角就是梁朝偉 他曾經透露自己為了風在喜時而苦練鋼琴 在電影的預告片之中 亦見到他率先在彈鋼琴的英姿 亦見到武王郭富城大灑武技 我自己很喜歡梁朝偉 他的電影我幾乎全部都看完 就算是亞非正選的尾部 他只是出現一個鏡頭 我大大話話看了二三十次 今天不如我們一起回顧梁朝偉的成長 梁朝偉在香港1962年6月27日出生 無論他在香港或內地的娛樂圈 都屬於影帝級的人物 在影壇的地位非常高 自從他出道塑造了很多不同經典的角色 他之所以這麼成名和這麼成功 和他多年前親身的經歷有關 不如我由梁朝偉的童年說起 他出生在香港的普通家庭 家庭的成員就是他爸爸媽媽和一個妹妹 在他小時候放學回家時 如果不是見到他爛倒老爸 贏了錢後喝醉 又或者見到他父母為了錢 在此大吵大鬧 後來他媽媽忍受不住他爸爸 種種的惡行提出離婚 最後梁朝偉 被他媽媽欠了兩個小孩的撫養權 他爸爸扔下三拇指 不理會就離開了 梁朝偉也漸漸擔起了整個家的重擔 在他爸爸離開後 梁朝偉變得成熟起來 擔起保護他母親和妹妹的責任 起初家裡的收入很微薄 三個人的日子覺得異常那麼辛苦 他媽媽含辛與虎 供梁朝偉讀完私人的小學 但家裡的經濟逐漸難以維持下去 直到梁朝偉十五歲那一年 他終於放棄了再沒有讀書 梁朝偉有一個舅舅開這個雜貨店 他沒有讀書之後 就去舅舅幫忙做打雜 後來梁朝偉也跑去賣報紙 做一個報童 當時他還未成年 還未夠十八歲 每天背負著很重的報紙 在街上叫賣 非常之辛苦 但收入也不算很高 後來他聽他媽媽的建議 去小店推銷電器 推銷電器 這些產品要跟別人溝通 而且需要口才和熱情 由於他至少家庭環境長大的緣故 梁朝偉的性格其實有點孤僻和古怪 他經常跟電器店的老闆相處得不太好 結果他推銷產品不太多 賺的錢也不太多 最後他放棄了這種工作令謀高咒 去到八十年代初 梁朝偉因為他的好朋友周星馳 在1982年考入香港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 成為一名演員 正式踏入演藝界 在1983年 梁朝偉畢業於無線電視第十一期藝員訓練班 成為無線藝員 主持過的節目就有兒童節目430穿梭機 之後就做了第一部電視劇《香城浪子》 他當時意識到如果要改變自己的貧窮 一定要靠自己的演技才可以在娛樂圈站穩陣腳 去到1984年 梁朝偉因為演出電視劇《錄鼎記》 裡面飾演韋小寶一舉成名 隨後還有電視連續劇《新澤師兄》 令到梁朝偉的事業更上另一個高峰 他的演技日趋成熟 自然對於演技而言 他就認為 我這一個人根本不喜歡說話 演員的職業就是把我內心的世界全部帶出來 即使在電影裡哭 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困難 因為觀眾可能會覺得這是角色需求 其實是由於他自己成長的經歷 令到他容易感情流露 去到1986年 他演過《瘋老正傳》 當時這部電視劇是以動性執導的 在社會上非常有爭議性 但票房也不錯 去到1989年 譚家明導演執導的《殺手蝴蝶夢》 同年在台灣電影後巧研執導的《悲情城市》 一切發展並不像他想像中那麼順利 在事業的低谷 梁朝偉感覺到挫敗 沉寂了一段時間 但他並沒有這樣而甘心 終於到了1994年 梁朝偉演出《王家衛》的《重慶森林》 憑著電影之中 征戰的演技獲得了第十四屆 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和第十一屆台灣電影金馬獎 最佳男主角雙料的影帝 我印象的是梁朝偉在重慶森林裡 他坐在馬桶上 對著番茄說 你知不知你最近瘦了很多 你以前肥嘟嘟的 看你現在 整個升降機了 那又何必 要對自己有信心才行 接著就拿著一條濕毛巾 在這裡和他聊天 其實在王家衛做導演之前 在行內叫做高佬 這是他的花名 他是一個很出色的編劇 根據我電影圈的朋友跟我說 王家衛做編劇的時候 他的劇本出名很薄 因為通常看好的電影 不用用很多口水去交代 行內叫做口水器 而很多鏡頭都可以交代到 所以王家衛的電影 在行內的呼聲這麼高 就好像品嘗一杯咖啡 進在不言中 經過很多次和王家衛合作的電影 一次又一次對我們觀眾 證明了他的實力 無容置疑 憑著花樣連環和春光炸蝕 也在國際海外獲得很多獎 被評為國家級一級的演員 所以說英雄莫問出處 原本在一個破碎的家庭長大 隨著他自己的努力 再加上一些機會 他懂得把握 繼續在他人生 都有高高低低 不是我們表面中 看到他一帆風順 大家剛剛聽完我說 梁朝偉的往事 看看你們會否啟發到什麼 不過如果你們啟發到 和我翻簡說話 或者和我毛巾說話 就不用跟我說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們有什麼 或者不開心的童年 想找人聊聊 或者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亦可以開一條影片 和大家分享差不多名人的故事 讓大家有一個啟發 我們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